發現最近超市的蝦都做特價 我把之前買的蝦撕掉 拿來包雲吞 其實包雲吞是各式各法的 包給自己吃就可以了 自己喜歡吃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規定 怎樣為止正不正宗 因為包給自己吃也不是教人 在這裡也是利用做家務的時間有禮牌 跟大家在這裡聊聊天 在掌緊時間就不需要坐定 很多事情做不可以坐定 來跟大家聊天 一邊做就一邊聊 大家見良 最近看到香港的有位老伯 向傳媒扔了個心水炸彈 就說他兒子有兩頭住家 還生了龍鳳胎 跟朋友咖啡茶聚的時候 大家也在講這個問題 琦姐你又怎麼看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他兒子的家庭都很沒面子 特別是媳婦 想殺傷力大些 才會扔這些炸彈 看來他的兒子是一段婚姻 有兩頭住家的 如果不是你扔這些炸彈出來 當事人跟他的原配離婚 都沒有殺傷力 這些都是朋友們在這裡說 其實這種情況 全世界各地都有的 就是你扔不扔深水炸彈 可能這件事已經是既成事實 打一個比方 我們就是外人不知道 又或者是老伯生安白做 就是亂說24 以事論事 當他是真的話 不離婚都有幾種可能的 先去估計一下 那個原配為什麼這樣做 有一種可能的就是 他要維持他的原配的位置 或者是他真的 調戲很不順 我就是押住個位 那你小三不要說生龍鳳胎 或者你生老虎 生獅子 我都是動搖不到我那個原配的位置 也都有一些是性格所言 或者他是很喜歡他的老公 就是覺得不放手 總之什麼原因都有 或者是經濟上面 或者也是希望在子女小的時候 維持一個完整的家那種體面 各種原因都數不盡這麼多的 作為一個男人他出去外遇 出去搞一防人這樣 作為一個男人 如果一個原配不吵 我相信他也是覺得相安無事的 有一些原因 安撫到他的原配 或者他有一些協議私下 令到那個原配 他覺得做戲也好 假面夫妻也好 那繼續維持 那頭加下去 男人我相信90%都不會離婚的 現在其實很多離婚的case 就是受傷害 受不公平待遇 受欺騙 那一方是提出離婚的 據我所知 很多離婚都是因為女士提出來的 而不是男士提出來的 男士多數都覺得 沒有什麼影響到你 我外面那頭加 我擔起來 我也是對你負責 也都對外面那頭加負責 或者認錯的時候就說 我對不起你 我也對不起外面那個 那如果你是大人有大量的 還是愛我的 最好連子女都沒有說給他們知道 現在我們繼續維持下去 我將來更加疼你 你說什麼就什麼 很多男人 沙嵬的時候 一定有這些說話 這件事就扭他 現在其實我對外面那位 都沒有什麼感情的了 不過畢竟都是生落小蚊仔 我回上去都是看小蚊仔 對他已經是沒有了感情的了 嘖嘖嘖嘖 很多話說了 或者 很多時候 有些女士遇到這種情況 就很迷惘了 走和留下 真是很難去 make that decision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算了 隻眼開隻眼閉 記成事實了 她都做了承諾 寫了保證書了 或者是作一些經濟上面的分割賠償 就算了 這樣 一下子時間就過了 可能四十多歲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一眨眼又到六十歲了 老了更加不會來 都幾十歲了 扭他 這些就是一部分人的選擇 有一部分人呢 就覺得 長痛不如短痛 沒辦法去接受 這個這麼大的瑕疵 其實 婚姻最大的傷害 不是說大家窮 而是 背叛 感情的出軌 這個才是致命傷 很多女士 她真的 和丈夫白手卿家 醃起衣服就去捱 但是 她是 眼裡 沒有辦法 去藏得落 這一顆沙 所以 樓下 是一個很漫長的 辛勞歷程 可以說是都很辛酸的 走得 沒有人 比她更加感受到 那種的痛 和那一種的不憤 委屈 走 可以很瀟灑 但是 很多人 她懼怕 惶恐 一個人走出去 怎樣算呢 這樣 這個呢 也是很考驗人性的一件事 其實每一個人 她對她自己的處境 對她的前途 對她的幸福 作出一種什麼的承諾 這個承諾是對她自己的 外人是很難勸到她 你應該是怎樣的 一定是她自己去作這個選擇的 有很多人是自欺欺人的 經常就訴說 很痛苦 很難頂 生不如死 那些朋友叫她 離婚 離開 但她又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這麼痛苦 她說來不了 找律師都來不了 她丈夫一次又一次出軌 這位律師說 她曾經請了五個律師 亦都是很頂尖的律師 但是都來不了婚 這個簡直foolish 怎麼會來不了婚呢 不用律師都來不了婚的 單方面 申請離婚 什麼理由 你就照說 這樣兩年之後 有些國家是一年 一年的時間分居 就已經離得成了 不需要請什麼頂級律師 除非你有百萬家財 億萬家財去爭 去打這些增產官司 那就可能要一個很top的律師 如果你是真的打公仔 你說出來人家都見笑 是不是 男人打一份牛公 女的是一個無業遊文 你跟別人說 你請最討論的律師 還有五個律師都來不成 你說這些是否作故事 簡直聽起來都覺得 唉 算了吧 你閉嘴吧 不要再說了 是不是 如果是妥協留下 不走 好 其實你已經是看到 那一段的婚姻 已經從那一刻開始 看到已經結尾了 看到你80歲 如果你有命 都會是這樣的 總是有一條刺 刺在婚姻 大家的感覺上 是拔不到的 這條刺 離開會是很瀟灑 前路茫茫不知道 可能走出一條艷陽天 可能是一條非常之獨立自主的路 走出來 獨立其實充滿著 艱辛付出挑戰孤獨 不是容易走的 但總算是對自己負責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盤算 這些也都很難去說 當時人 太太為什麼 可以接納的丈夫有兩頭住家 或者是那個老伯說出來 他才知道 可能當初也都蒙在鼓裡 或者只是心有懷疑 但是就可能未拿到證據 說到這裏 那個老伯都很不厚道 你的兒子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你和媳婦陪一萬個不是 都不是去說這些話 是不是 你的家庭已經對不起媳婦 但是真的很難說 他這個level 沒有什麼文化的人 火遮眼起來都不顧後果 說出這些話 其實由老爺的口裡去說這些話 作為做媳婦那個 對這個家庭應該都徹底死心 那麽裏 其實每一個人的婚姻 靠自己去經營 經營得好 就真的可以走到尾 經營得不好 一定要作出一個抉擇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女人 都會拿得起放得低 其實不一定是女人的 男士也是的 有很多男士的太太出軌 拋棄的丈夫 拋棄棄子 也都大有人在 有些很疼太太 很愛的太太 很珍惜的太太 甚至到她出軌 原諒她就求她回來 但是這種關係是非常危險的 回來之後 會不會發生過的事情 當粉不戰抹了去呢? 回來之後 會不會是有一種算計 有一種報復呢? 不知道 總之 遇到這些事情來講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在這裡又分享一下 有一位女士 很年輕結婚 講起相遇的經過 很有緣分的 她和她的前夫 在一個黃昏公園的門口那裡 再次偶遇 之前呢 有個一面之緣 大家就已經是 沒有聯絡的了 上天又給她這樣的一個機會 當時這個女孩子很年輕 也都未拍過 拖好純情的 省略來講 之後她們就結婚 也都是生兒玉女 真是幾有緣 結婚之後 柴米油鹽 我相信很多年輕的夫婦 都是這樣的 她們也都是生了一輩子 看到小康之家都幾幸福 但是敵不過 她的前夫 也都是做出這樣的事情 又是去生獅子老虎 我不知道為什麼 聽見很多說 在深圳那些 小三很多時候都生什麼龍鳳胎 生什麼媽胎 有沒有一些secret在裡面呢 又是不是又有些人去開班 去不是教煲湯 開班去怎樣 令到自己生兩個 一次就生兩個 令到你這個男人 那張長期飯票 不放下都不行 會不會是這樣 不得而知 後來這位女士知道之後 也都是決定離婚 她也是速戰速決的 很快就決定離婚 她就搬在一個小鎮那裡住 現在的生活非常之好 當時住進去小鎮 那間屋都是很爛的 很舊的 她用休息公余的時間 用很多年去裝修她這間屋 全部都是她一手一腳做的 這間屋的外形 做到好像在奧地利 薩爾斯堡 天鵝湖伴小屋 我經常都叫她 說應該拿出來做民宿 這麼漂亮這間屋 現在退休了 經常自駕遊 在整個北美大陸那裡穿梭 又去落機山脈 去拍那些很漂亮的風景相 又畫畫 真是生活很寫意 我又問她 我說你路上 會不會找個盤結伴去旅行 去畫畫會好些 她就回答我 相信愛情 但是不再相信婚姻了 所以她說在餘生裡 她不會再嫁的了 但是如果遇到一段愛情 她會去好好認真去 去談一場愛情 這一句話就 盡在不言中了 我在想有時候 有時候我看到這些個個案 我偶爾會想起我這位朋友 如果她當時都說一口氣 為了要做那個什麼牌 要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我覺得這樣不是初陀歲月 是毀了她的一生 所以有很多事情 就是很看她個人 她就跟我說她說 她現在重生了 很開心過一些生活 以前的事情是一段經歷來的 完全將她忘記 很刻意地在嘴裡忘記 她說 其實有些事情是忘記不到的 因為有一段婚姻歲月 她能夠將她慢慢慢慢 在腦海裡面 在她的人生歲月的記憶裡面 去淡忘她 慢慢慢慢不再記起了 慢慢慢慢那種記憶模糊了 這種她就已經是跳出了那段婚姻了 已經有很多人很牢記著以前的點點滴滴 疊疊不憂 其實她說大不必 前面是一條康莊大道 你走出去就是艷陽天了 其實一個人對自己的救贖 是來自於心靈裡面的 不是說你的口裡面說 我好灑脫 我放得開 我不會計較 這些都是一些 強加給自己在短期之內 要做出一些 斷記憶那種這樣的行為 她說我大不必要這樣做 始終自己都是經歷過 就是記得以前好的那一部分 不好的那一部分 慢慢慢慢不提 不去講 她說一段婚姻裡面 因為是自由戀愛的 始終都有一些甜蜜過的日子 有一些很溫馨的日子 有一些是屬於她們兩個人 曾經經歷過的日子 她曾經說過她當時跟她的先生 新婚的時候都是分隔兩個城市生活的 她的先生每天都寫一封信給她的 親愛的老婆仔 真的寫一段很短的說話 她都會寄信的 我想她們可能當時都買著一大搭郵票 每天她說準時就會收到那封信 那種的感覺是歷久常身的 我說現在對這個人的感覺又如何呢 她畢竟做出一些這麼傷害你的事 她的回答就是 她說記住她當時經歷過一些很甜蜜的 就已經足夠了 而在潛意識裡面 覺得她已經是離開了 覺得她已經是不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了 她說不會對一個死了的人 再有些什麼怨恨 就是這樣的心態慢慢慢慢讓她走出了 那一段不堪婚姻的來臨 其實生活從來都不是童話來的 真是經歷很多很多事情 就寫成了一部屬於個人的歷史 好了 講到這裡 雲吞又包了 今天我再做一個魚符脆肉瓜 就錄了這個雲吞 雲吞的東西就各司各伐 有些人喜歡這樣包的 那些人喜歡這樣包 沒有所謂的 包到給自己吃就可以了 自己怎樣喜歡那種口味 生活方式是隨意的 隨心的 這樣才活出自己的艷陽天 在這裡我又分享一下 有一位來自三藩市的 有一位忠實的網友 那她就說起 說看《紅樓夢》 我們一起在這裡說 那她就說她有一套《紅樓夢》的書 就是有很多精美的插圖 我不知道她是哪家出版社出的 那我在這裡也展示一套《紅樓夢》的書 是我父母是50年代在香港買的 輾轉帶到來加拿大 因為真的超過大半個世紀 那這本書我都很珍重的 就是看得殘殘舊舊 也都看了兩三次 那由第一次的不明白 由我父母讀給我聽 到我自己 為了這一套書 很努力去學中文 我父母最初就是一個將回 一個將回這樣去讀給我聽 那我也都很希望有一段時間 將這一套書帶回美國 在很寧靜的我家裡 再去看多一次 再去感受一次這本書